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带断业 可以带业往生 前三善都是住行 念佛才是正行 在十法界中 念佛的是佛法界 一念佛 一念现佛法界 念念佛 念念现佛法界 久而久之 心佛一如 其余九法界 统不现前 还有不见佛 不生息 不成佛的道理吗 念佛法界 念佛签较唤一艘 念佛签较唤一声 佛签较勤套 英语签较唤一声 演佛签较唤一声 念佛签较唤一声 念佛要老实念 从最低浅处入手 而得最高深的功效 千万不可好高悟远 尽一思千 自地难断烦恼 障佛力则能待业往生 自地魔多来扰 魔力能以泄魔 自地法门意理高深 普通根系不易理解 念佛法门平时简易 意不致错误 靠佛力比自力稳当容易 靠佛力比自力稳当容易 此土作恶不易修行 西方清净才好用功 西方得生或不得生 但看有没有戏愿 换句话说 只要有幸 有愿 无论念佛多少 西方一定得生 走进信愿二字 是何等重要了 我佛力辞 Savится 我嫌疑 我为你不认辞 你都想要了 我可不认辞 障佛五味 我思想要超门 菩萨行法药 作为一个佛弟子 首先要有道德戒律 才可以升华个人的解脱 听一切的佛语 并了解其意义 然后知道自己的过去 又努力来使之成为佛真 愤怒是心的烦恼 甚至是人的敌人 消灭它便是无过 愤怒是多么大的过失啊 我的观念是无明 走出五蕴所构成 而五蕴皆空 才是我的真理 想自己的骄傲 赞美自己错误的行为 那是一种很笨的文明人 所产生的我值 这一点应该明白 如果自己想我是没有意识 便会消除我慢 而进入虔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信仰一切的真理 要信仰一切的真理 菩萨要不失 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并要有智慧 不失 是完全的舍弃 守戒 是全力帮助他人 忍辱 是克制愤怒 精进 是乐于真理 禅定 是不值一处 智慧 是真理的本意 慈悲 是爱的情感 不失 可以得到财富 守戒 可以得到快乐 忍辱 可以有美德 禅定 可以得平等 精进 可以得真理 智慧 可以得自由 慈悲 可以达到 上述的一切 我们如果能够真正地发出 向善 向上 向觉的菩提心 便自然而然地 能够得到 诸佛的加持 庇护 使我们所发出之自立立他的大愿 能够顺利地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 只有打开我们的胸怀 接受慈悲的注入时 我们的生命 才会转为有意义 同时也具备了成为圣人的 粗步条件 据菩提心者 方得真觉悟 发菩提心骨 与诸佛相弃 培养 培养利他之心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想远离轮回 成就涅槃 都必须以利他之心 为基础 基本上 慈悲心 菩提心 皆是利益他人的心态 菩提心 慈悲心 及修订 是佛教最主要的三项行持 也是每一位修行者 必须经过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了正信因果 菩提心 慈悲心等条件后 便可以进一步着手修订了 修订的入手 约可分为三位 1. 身 积极行善 2. 口 念佛持咒 诵经祈愿 3. 义 修禅定 佛陀曾教育我们 无始劫来 所有众生都曾是我们的父母 曾对我们慈爱眷顾 现在 他们沦落为贪欲 称慧 无名等 心独所操纵控制 并且受很大的苦 我们的悲心 能让我们舍掉 其中任何一位众生吗 就像阳光 能舍掉任何一位 在他温寻 照射下的众生吗 优优独播剧场 亲近师得福 财富从何而来 即从不失而来 行不失时 要有三种亲近心 即三种正确的观念 观想行不失 也就是三轮体空 一 应了解自我的真理 应了解不失者无我 且是一种幻化的 二 应了解所不失的东西 也是幻化的 三 接受我们不失的物件 也是幻化的 非常进行 也就是三个人 一 一 一 以诚挚和尊重对方的心去行布施 这是恭敬的去布施 使布施清净之法 一 在布施时若能知其信空 则布施之功德就不会成为轮回之音 二 若能以悲心而行布施 则不会成为堕入小尘之音 三 不离空和悲的布施 能成为无助涅槃之轻音 而成就布施清净 宗论云 因不失可得到财富和顺境 但是财富也可能导致我们堕入三恶道 因不守戒之故 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扶持中华印经协会 宣扶扬佛陪晶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态 认识生命本质 固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 中华印经协会 很棒 单框水手关灯还不够 换装LED灯泡 可以再省60%照明用点 清洁滤网 可以再省10%冷气用点 等下个多点就可以看更久卡通了吗 不 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 爸我爱你 我也爱你 爸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肝染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 清除滋生源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屋后沟屋底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菜圆除水桶要夹钙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蚊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清除滋生源 大家一起来 Action 贪心的乌龟 很多年以前 在印度的南边 有一座池塘 这个池塘的岸边 长了很多很多 密密麻麻的芦苇草 在半个大人那么高的芦苇中 住着一对燕子夫妻 他们和这个池塘中的乌龟 由于经常见面的缘故 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 哇 燕子大哥大嫂 这么早就起床了呀 您也早啊 怎么燕子啊 都是习惯早起的 否则啊 太晚起来的 恐怕就没有早餐可以吃了 是啊 不像乌龟们都很悠闲呢 说实在的 有时候我也蛮羡慕您的 哪里呀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嘛 您说是不是啊 乌龟和燕子夫妇只要一见面 一定会这么聊上两句话 来了解彼此的生活 有一天 燕子夫妇看到在岸边上晒太阳的乌龟 一副很忧愁的样子 吓了一大跳 就马上飞过去 很关心的问说 乌龟老弟啊 您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忧郁呢 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或许我们可以替你想点法子啊 是啊 只要是我们能帮忙的 我们一定尽力帮您的忙 唉 真是谢谢二位的好意了 只是这事儿恐怕有点难办啊 哎呀 咱们这么好的朋友了 您就别见外了 还是快说吧 唉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这几个月来 不知怎么的 连半滴雨水也没下 现在又是一个夏天 池子里的水蒸发得很快 我眼看着池水一天一天的减少 这个池底都露出来了 没有水的日子 你叫我要怎么活下去呢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最近我们艳姐的食物 也越来越少了 我和我老婆才刚刚在讨论 想搬家的事呢 这就是我烦恼的地方啊 两位有翅膀 可以飞去很遥远的地方 可是乌龟我呢 却只有四只脚 可以慢慢地爬呀爬呀 这附近又没有别的水池 只怕我在还没有爬到 有水的地方之前 我就已经脱水而死了呢 这 这的确是个很令人头痛的问题啊 嗯 要是我们可以带你飞过去 就好了 哎呀 有了 我想到一个方法了 我们可以找一根树枝 我们两个 各自咬住一端 让乌龟胸咬住中间 然后 只要我们都不开口说话 不就可以把乌龟胸 安全地带到有水的地方了吗 三个人一听 都觉得 那是一个行得通的好法子 于是 燕子夫妻便找了一根树枝 让乌龟咬着 并再三地告诉乌龟 在到达目的地以前 千万不可以开口 乌龟也拼命地点头答应 于是 他们就一计起飞了 第一次飞在空中的乌龟 很是兴奋 不停地左右张望 看着下面一座座 变得好小好小的山 住着那一条细细的 像头发一样的小河 早就忘了自己是在半空中 当他们嗖嗖地飞过一个小村庄的上空的时候 突然被一群正在玩耍的小朋友看到了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奇景 就瞪大眼睛 很惊讶地望着天上的乌龟 大声地喊道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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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龟听到地上孩子们的叫喊声 就低头向下仔细看 发觉竟然有一群小孩子 正幸灾乐祸地对他指指点点 又叫又跳的 乌龟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不由得生起气来 很大声地向下骂 你们这些小毛头给我闭嘴 我这样又关你们什么事 谁知道 当乌龟的嘴一张 突然就从高空中摔了下来 很重的叠在坚硬的石头上 摔得粉身碎骨 非常凄惨 生命有无体